中国医疗系统面临崩溃 美联社记者江大义 今日在推特指出 他们在河北看到救护车在医院门口被拒 人们慌张寻找病床空位 而病人们就躺在地板上 北京外籍医师伯恩斯坦向路透社表示 他30多年的急诊室经历 从没见过医院这样的紧绷 伯恩斯坦指出 他所在医院的家户病房及诊室 发烧门者和其他病房都满了 没有位置 病直言最大的挑战就是 他们对此毫无准备 另一家北京私立医院的外籍医疗主任则指出 他们现在面临的病患人数是平常的5到6倍 患者的平均年龄达到70多岁 曾任记者的中国资深媒体人 专栏作家廉青川26日写道 他一向主张群体免疫 因为居前所有的封城半封城 都既缺乏法理也不合理 但当前中国的防疫松绑 是放任放弃与放纵的政策是摆烂 获得许多网友转发 但后来被中共网管删文 目前济南 重庆和北京等多个主要城市都被排到殡仪馆大排长楼 一体成堆没有地方放 时事评论员秦鹏表示 北京当局这时却开倒车 试图走毛泽东 上山下乡爱国卫生运动的那一套 那恰恰是中国民不聊生 国民经济几乎崩溃的时期 新唐亚太电视高炳莹张瑞珍综合报道